中国古代有个成语 叫做指鹿为马 意思是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而在2023年的日本福岛 这样的故事正在上演 130多万吨的核污染水 要通过一条一公里长的海底隧道排入大海 全过程要持续整整30年之久 潘多拉磨盒被打开后 唤醒了以核辅射为石的巨兽哥斯拉 得知这个消息 同龄万千水族的龙王坐不住了 这不 两人开始了一场白头 日本排放的水究竟是什么水 福岛水关里的水是核废水 核废水不是福岛所特有的 全世界那么多的核电阵都会有核废水 核废水是正常运行排放的废水 经过严格处理后可以通过管道排出 在日本排出的是福岛核事故处理中用的水 是注入融融损毁堆心的冷却水 以及渗入反应堆的地下水和雨水 它们直接与核燃料新块接触 准确来说它们叫做核污染水 核什么不重要都是核电站的水 不 危险系数可不一样 核污水具有高度放射性 带来的生态风险不可估量 它们会经过处理之后再排放到大海里 如何处理 这要提到一台叫多核素去除设备的仪器 日本计划用这种仪器来处理核污染水 将核污染水注入一个游泳池大小的水槽中 每一秒钟约有六升处理水 被一次性注入约四吨海水里 之后这些被吸释后的水再排入太平洋 多核素去除设备ALPS 它真的能将放射性核素处理得干净吗 当然了 可以去除污染水中的大部分放射性物质 经过净化的水 纯净指标堪定山泉水 如此安全 那为何不将其再利用呢 比如用在日本本国的制造业和农业生产中 我有个建议 可以直接用来搞混凝土基建吗 不行不行 万一导致放射性物质蒸发 对人体是有害的 我可研究过了 70%以上ALPS处理后的核污染水 放射性核素活度超出排放的限值 况且这可是长期高负荷运行 里面60多种放射性核素都能清除吗 可能就是有一点放射性核素串 清除不了 穿 自然界中存在量极微 是一种制造清淡的原料 在万物切磕周边的日本 它竟然被做成了吉祥物 可爱 你瞧 这就是穿 多可爱 核素都有粉丝了 我们穿宝虽然有放射维塔射线的技能 但是穿透力不强 危害想想的想想的 是吗 看到真面目了吧 如果它进入大海可养燃子形成水 进入到生物体内 就会大肆破坏你的新陈代谢 攻击你的细胞DNA 让你感受到什么叫难以预测的危险 穿的半衰期只有12.43秒 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再说了 流入海洋的只有穿吗 这些核素你都看不见吗 四九十是容易引发白血病的罪魁祸首 五六十释放出的伽马射线 会引起血液系统疾病 碳十四的半衰期超过五千年 有损害人类DNA的潜在危险 而碳129的半衰期长达1570万年 有可能引起假装腺癌 如果超量了它们流入大海 又会发生什么呢 为了保护海洋 各国科学界和民间团体 先后向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 提出多种更为合理的方案 但都未得到重视 为什么要选择排放到大海 而不是别的方式 比如水蒸汽释放 虽然只需要排放120个月 但是经济的成本太高了 而且还会产生固体费 那氢气分解排放呢 耗电严重 得用日本一年发电总量的15% 地层注入和地下掩埋总可以吧 研究显示 固化神埋比较安全嘛 哦 怎么能让风险留在日本的土地里呢 最重要的是 这些方式成本可都是海洋排放的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 那海洋排放成本有多少呢 啊 大概只需要17亿到34亿日元 换算成人民币也就1.02亿到2.03亿左右吧 瞧 还是为了生钱 哎 对了 当核污染水排入大海 放射性核素一旦被海洋生物吸收 经过食物链传递会出现在人类残桌 剩下的就会逐渐沉积在海洋之中 如果形成高浓度聚集 会是长期隐患 而且海气交换 有可能会将核污染水蒸发到云层 再化作雨水撒遍地球每个角落 潜在的危害难以估量 地球上的海洋总面积 约为3.6亿平方千米 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 河污水的排放在海洋的自愈能力面前 唯不足道 但你别忘了 福岛沿岸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太平洋洋流 自排海之日起 洋流会将河污水带到北美洲和俄罗斯 另一条洋流则会将污水带入太平洋岛国 东南亚和澳洲 黑潮暖流会将部分河污水带到中国沿岸 相关放射性物质在57天内即可扩散至太平洋大半区域 十年后蔓延至全球海域 现在说这个还雷时过早吧 哼 等到获取到损害的有效证据链条时 核污染的危害早已深入全球生态环境的骨髓里了 核污染水排入海洋的行为 会影响到全球鱼类清洗 远洋鱼业 人类健康 生态安全等方方面面 所以这一问题绝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问题 而是涉及全球海洋生态和环境安全的国际问题 这种做法既违背了国际道义责任 还违背了国际法义务 我还有报告 你这个报告得到所有专家的认可了吗 排海的正当性 净化装置的可靠性 监测方案的完善性 一点还是不少啊 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 太平洋也不是日本的下水道 有限的选择性抽查 不能成为无良行为的衍生衣 也替代不了公开透明的长期国际监测 面对这种混淆视听 蒙混过关的图谋 我们更应该高度警惕 坚决反对 醒醒吧 你这样害人害己的行为 会成为历史的罪人